长期以来提起偏乡学统的成长与学习困难 莫不以资源匮乏为主因 然而多年来政府与各界也持续地挹注捐赠偏乡教育 除了各式各样的学习贫穷问题外 偏乡学统还面临着失智不足的问题 老师的流动率高 影响到偏乡学生的收教权益 以及科业成绩较为落后等问题 县院时庆隆期望相关单位 能够省省地思考并做同盘检讨 才能够带动整体偏乡教育的提升 我是认为说还是在学校的校长 还有失智方面的稳定 那另外就是说应该有的平台 或者是资源方面 偏乡的话跟都会区就差很多 连要自习要科后的辅导 学校方面的话就无法提供 问题是相当的多了 希望中央跟我们县府教育单位 都能够好好注重 资源方面 总统还有这个失智的争选 这个部分去通盘考量 然后做检讨 先元林廷利表示百年数人 如何提升软体教育学的指和量 却是更时需协助的区块 不管是在教育政策失智的培育 教育的编排教法 除了软硬体补助之外 老师的爱与陪伴才可能是真正的关键 才可以改善与提升贫向学童的学习力 与成长困境 包含了我们的教育的政策 失智的培训 还有我们课程的编排 教材的文化 文化的注入 传统原住民的文化 能够跟主流文化能够相结合 等等都是很多很多的面向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第一线的校长老师 他们投入的爱 才是我觉得能够实质照顾我们小朋友的 在我们能够各司其职 能够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 能够多做一些对我们原住民偏向 或者是在教育的政策上面 多做一些益助的话 我相信我们可以再把我们的学童的教育 整个文化空间 然后整个教育的一个层面 能够再做一个提升 先元石庆农林廷利表示 学生的说教权很重要 老师该有的基本权益也很重要 希望为品香教育做点努力的同时 也应该要去思考 去了解品香教育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样才能够减少资源措置 让支援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记者洪一伦总和采访报道